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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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來到Lofto 剛剛已經在一樓稍微晃了一下 一樓就有一些雜貨、手錶等等 剛剛也看到這邊有一些娃娃是聯名的 所以Lofto這邊非常多東西 包括你可能要生活的 包括樂器、電器、家電 幾乎全部都有 然後我現在要到二樓 就是所有愛美的人 最喜歡來的美容健康雜貨的區域 這一邊其實有很多很多 非常非常多品項 每一個品項都規劃得非常齊全 就有分區 就像剛剛我在一樓也有分區 所以我就覺得Lofto真的蠻好逛的 而且如果說你真的想要找一些東西的話呢 它旁邊有一些 每一個樓層的一些注目 它的標示都非常非常齊全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這個 美容健康的這個雜貨區在這邊 哇,這邊你看它一整區 就全部都是護手霜 所以就是有大小的容量 然後什麼成分它都會跟你講 那接下來我們來往這邊走看一下 哇,很可愛 其實日本很喜歡做一些可能一些 有一些娃娃的造型 讓大家在使用的時候會覺得很開心 那我們再往這邊看一下 這邊也都有 哇,然後這個早安的面膜 哇,這個就是一些可能卸妝品項 就在這一塊 所以我剛才講分區就分得很齊全 然後這邊的卸妝品項 這個我有介紹過對不對 這就是呢,溫感的卸妝凝露 欸,這邊比較特別耶 這邊它會有另外給四個不同的小包 然後呢,就有不同的味道 像這個有葡萄柚,有薰薰草 然後有這個檸檬等等不同 它後面有寫 它後面會再送給你四種不同的香味的 那這個就是呢 我自己也很喜歡的溫感的卸妝凝露 那其實這個,欸,還有小包裝 這邊很方便 因為有一些可能旅行啊 然後要攜帶小樣的 這邊就有小包裝 那其實呢,這個溫感卸妝凝露 在日本很受歡迎之外 其實在台灣 在香港 很多地方 對我賣這個溫感卸妝凝露 就是效果還蠻好的 而且很好卸喔 而且我覺得價錢很便宜 很空到 來不來往這邊看一下 哇,很多東西耶 然後這邊就會開始都是面膜類喔 很多面膜 然後就是不同的面膜都在這邊 面膜 然後面膜來就是呢 其實面膜跟什麼有很多的關係 就是跟這個去角質洗臉就會有關係 因為我把我的肌膚代謝好了嘛 我再去鋪這些面膜 效果就會更明顯 那平常時候也要去鋪這些面膜的時候呢 你要定期的做去角質 效果會更好 哇,這邊有這個 DET Clear DET Clear 這邊有 這個其實呢 它在台灣 因為我自己本身有擔任這個 台灣的Body雜誌的評選 這個有入選喔 而且是有得獎的喔 它這個是無香的 然後就是針對 如果說有一些可能 會覺得說 老師我的肌膚好敏感喔 我不太敢做去角質 那其實這一款呢 DET Clear的這個換膚系列的去角質 基本上呢 它是連這個敏感肌都可以使用的 它完全沒有香料喔 那因為有一些人 他可能在使用這個去角質的時候呢 他希望有添加一些 可能比較有一些 淡淡淡雅的香味 可以幫助你在做保養的時候呢 做到更好的這個愉悅的感受 所以這個DET Clear 其實它有很多喔 然後像這個呢 就是這個果實的 就水果香味的 就有不同的 在這邊就可以選得到 這有DET Clear 那你看其實還有這個什麼 去角質棉棒有沒有 就是你一個就是稍微推一下你的鼻子啊 什麼 就是很方便 那我們再往這邊看 哇 有美白的 有很多 欸 有看到嗎 這個就是我有分享過的 這邊也有耶 明色化妝品的美膚美顏水 就是它的這個去豆的美顏水 這個其實在很多地方都有在賣 這邊竟然也有賣耶 而且呢 這個在台灣啊 在香港 在中國 其實到很多地方都有在賣這個美顏水 因為畢竟這個是 這個品牌 明色化妝品呢 他們的第一支 經典No.1的美顏水 美顏商品這樣子 那我們再往這邊看一下 哇 好多喔 他們就有一些身體乳啊 然後洗澡的也有 這邊就是身體系列會比較多 然後我們再往這邊走一下 往這邊走過來 好可愛 其實日本就很喜歡 跟很多卡通聯名喔 其實呢 這個就是大家喜歡日本的原因之一喔 Kitty啊 小叮噹啊 他這幾年非常紅的小小冰啊 都非常非常的火紅 啊這個 我覺得好方便喔 就是全部都是旅行的 就一包一包就是 你要買什麼 就是我要旅行去用的旅行 所以我要出國前 我就可以來挑一些 我自己想要出國的小包裝 小樣的 很方便 然後這邊就是髮品 髮米啊 髮辣都有 我覺得這個很棒耶 這個是 髮香噴霧 然後這個是比較持久型的 就是你的味道會比較 持久一點點 因為有些人可能 出去啊 或是都沒有洗頭 有沒有 或是我去一些場合 可能很容易沾到味道了 就可以噴這個髮香噴霧 欸他也有粗欸 這一邊 喔這邊也有髮香噴霧 有不同的味道 這個是 植物油系列的 我來噴一下 淡淡的清香很棒 然後它有很多 這個是連頭皮都可以噴到的 沒有關係 連頭皮都可以噴到 哇這個包裝也太吸引人了吧 我來看一下 這個是運動品牌耶 我來看我們出的是什麼 喔 體香的噴霧 是體香的 它這邊介紹的還蠻完整 它有分 顏色 喔 這個好好聞喔 我剛剛有噴的喔 這個是那個肥皂泡泡的香味 就很清香 然後 它就有 這個像這個是紅色 可能就有這個 玫果 玫瑰啊 然後有黑色 然後全黑 然後這個是不同的顏色 喔 它不同的顏色這邊都會有 標記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 在這邊看到 不同的顏色呢 對過來 就是知道它的味道是什麼 好 就非常非常的方便 我好喜歡這個味道 再來噴一次 哇 清爽 清新 所以運動過後 或是你要運動前 都可以噴一下 讓你自己呢 身體也是不要有這種 汗臭味喔 那我來逛一下這邊 哇 牙刷 唉唷 出這麼寬的牙刷耶 就可能就是讓你整個 尺面都可以刷到喔 非常非常的多喔 然後現在日本也很流行這種 叫做矽膠型的刷毛 矽膠型的刷毛 就可以刷不同的部位這樣 好可愛 Snoopy 哈哈哈哈 我這麼童心未免喔 Snoopy好可愛喔 因為Snoopy也是經典的卡通之一喔 非常非常的可愛 這個是 哦 全身都可以用的一個保濕霜 就臉啊 身體都可以用 哦 這個就是蒸氣霜 這個就跟韓國那個蒸氣霜有點類似 因為韓國本身是不是 大家都會去做什麼鹽盤浴嘛 對不對 韓國的時候 鹽盤浴的旁邊 以前就有一個品牌 就專門出了一個叫蒸氣霜 就是給你做完鹽盤浴或泡完溫泉之後 大家要方便 一瓶就全身全臉都可以擦的 那這個就是它那個概念推出來的 哦 現在都有推出這種不同聯名款 韓國那個品牌也是很多卡通 每年都出 可以出到快100款卡通出來 就是有手繪的喔 那這邊其實日本也很厲害 也推出了很多 哇 洗澡的 然後有一些足部的墊子 那我覺得這邊這個東西 真的琳瑯滿目 而且是非常非常的集中 而且它區域就分得很好 哇 剛逛了這個Lofto這邊的二樓的美妝區 健康的這些 這個整個區域呢 哇 琳瑯滿目 太豐富了 那當然要來找到呢 這個在負責Lofto美妝區的擔當 這個擔當就是這邊所謂的負責人的意思 這邊就是呢 我們的Purukawa-san 哇 歡迎這個古川小姐 哇 嗨 哇 好可愛喔 長得也很漂亮喔 那因為其實Lofto這邊呢 其實它有八層樓 剛剛我們這樣稍微逛了一下之後 真的是品項非常的豐富 然後也有很多很多 非常多的這個品項 是整個陳列出來 而且很多都是我經過之後呢 我就會想要留下來看一下到底是什麼 雖然是不見得我會想要買的 不過它就吸引了我的目光 就很想要看一下 所以然後問一下這個Purukawa-san 這個Lofto的陳列 到底是如何來陳列這些東西的 喔 原來是這樣子 就是它剛剛的意思大概就是想說 因為每一個 比如說每一個時期或剛好這幾個月或這一季或今年流行什麼東西 可能就會以超流行的這個元素會先考量 考量完之後呢再去看一下 大家對什麼東西是敏感度比較高的 就是說我可能對於這個顏色會特別喜歡 或這樣子的陳列會特別喜歡 他們就會把這樣子的陳列優先考量 然後再分區的進行把它陳列出來 所以呢就是希望每一個人呢 來到這個Lofto來逛的時候呢 都可以想要停留 然後看到比較新的東西他們也會把它陳列出來 那你會停留會看的時候你就會覺得 欸好像這邊東西都充滿了 好像全部都是你沒看過的 當然就會很想要來這邊購物了 所以也就是讓所有來這邊的人呢 都可以享受這種購物的快樂 然後購物的非常的 不要覺得很擁擠 不過又卻有很多東西可以選擇 所以就是讓大家購物愉快的意思喔 那我來問一下這個味道是什麼 這藍色的 喔 這個是比較清新的花香味 對比較清新的 那還有一個就是很多女生一定會喜歡的 玫瑰的味道 所以呢大概這樣噴一下 然後抓一下它就有保濕 然後一些味道就會非常的清香 讓你走過去的時候 哇這個女生怎麼那麼香 而且呢頭髮閃亮亮的喔 就可以來選擇這種髮香噴物 那這個品牌其實在日本也是賣得非常非常好的 然後大家就可以依照自己喜歡的味道去選擇 就是可以讓你呢連夜保養好呢 然後呢頭髮也要很漂亮 然後有香香的感覺 那因為其實 Lofto這邊呢好多好多東西喔 那這邊的東西真的是太齊全了 那因為其實呢 我自己本身呢 除了這個保養啊 頭髮啊身體啊之外呢 其實我覺得呢 如果說你有一些美膚儀器 也是日本非常非常厲害的喔 那美膚儀器其實有很多很多種 那Lofto這邊在二層的地方呢 剛剛有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美妝去逛了一下喔 還有保養品喔 那當然呢在這個Lofto這邊呢 也有其他的東西 有很多 比如說像有一些 針對身形的啊 美容儀器的啊 等等就有很多很多 那當然還是要找到我們的 Urukawa-san 就是這個美妝區的擔當喔 然後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古川小姐 那你覺得呢 這邊的東西呢 大概還有什麼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嗎 はい お腹を引き締める アブズベルトをはじめ リファ などが 顔と顔のリフトアップ して人気の商品です また こういう 5セカンドシャイン タカタ角質椎椎 などの商品も人気で ロフト2018年上半期 ヘルスケアドボンで 選ばれた商品です 喔 他就是說這邊其實 除了剛剛有講到 有這個 リファ 就是呢 就是剛剛這邊有這個美容儀器 リファ就是大家也都很熟悉的 這個美容儀器 那其實這邊呢 ロフト這邊的東西呢 就是 2018年 上半年度賣得非常好的 就會沈列在這個地方 然後還有一些呢 針對一些可能 剛剛講到的 這個是針對小腿的 腿角的 就是在這個足部後面的 有看到嗎 這個地方 就稍微這樣子磨一磨 然後呢 它就會變得很光滑 因為很多人的腳後跟 都會有一些 剪或死皮 就可以用這個 好 這也是這個 ブルカワさん呢 他覺得在這個上半年度 也賣得非常好的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就是 喔 這個我有買 就是可以貼在這個地方 然後就 對不對 好 它是靠一個它裡面特殊的功能 然後 我知道這個 除了有這個地方之外 還有 尾部的 然後腰部的 有很多地方都可以來使用 我知道這個是那個西螺代言的 我自己一開始就買 我好像是 兩年前我就已經有買了 然後後面 陸陸續續我剛剛也逛了一下 有出了很多不同的部位 那除了這之外 這一台是什麼 它是一個小腿鍛鍊器耶 很特別耶 那這個我知道就是 是站在上面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是可以 連手機 連手機 而且它這邊有圖案 像這個圖案呢 有看到嗎 這一個 跟這一個的圖案 是一模一樣的 有沒有看到 腹部的這個六片呢 這一個 這邊就有一個圖案 然後 有針對不同的貼片 甚至於這一台 就是足部的 腳的這一台 它好像是直接站上去 然後它就會有一些 在不同的波能 然後就會傳遞到你的 從你的腳底 到船上來 然後就會幫你做到 簡易的這些 律動啊 或運動等等 然後呢 你也可以去從這個手機 下載這個APP之後呢 可以稍微去控制它 控制說我可能要 要互快或要強啊 或是說你去偵測一下它 哇 這個Sispato 它越來越進化了 可以讓你在家裡 可以 不要那麼的 用力去運動 不過可以達到很多 這個 Sport的這種運動的感覺 我覺得科技真是來自於人性 所以呢 這些很多的東西呢 當然也是人性來自於科技 但互相互補相成 那 其實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 Lofto這個地方呢 有很多還有很多的東西 哇 那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的喜歡小姐 然後我再來繼續來逛一下 那因為剛剛呢 這個 Lofto有講到 REFA也是在這邊賣得非常好的 然後這邊其實我自己在台灣呢 我就有分享過很多次REFA 因為我個人也喜歡REFA 不過 啊 這邊有很多台灣還沒有推出 應該不是講沒有推出 是台灣沒有賣的 然後這邊就是日本限定的 就是可能在別的國家或許會有 就像這個是透明的 這是針對整個臉這樣 挖過來的 它都有點這種半透明的 蛤 它好像是很硬很硬的 塑脂的感覺 你講它是塑膠好像也不算 不過它這個每一個面都有一個 可以握的弧度 這個還蠻特別的 然後這一支我自己也覺得蠻特別的 這支就是呢 這邊有圖外有看到嗎 頭皮的 針對頭皮 然後你壓下去之後呢 它自己 像章魚的感覺一樣 它這個地方是會彈開來的 你看它整個會彈開 所以你壓下去之後呢 它自己會打開 所以你就針對你的頭皮 下去之後就會打開 這是頭皮舒緩的 然後頭皮舒緩還有另外一個是這個 因為其實 現在有很多人都有這種 可能頭髮頭皮的問題 那這一台比較特別 這台是這樣子 那因為大家都知道 旅法它最主要的來源都是 靠上面的這一個光能面板 靠上面的光能面板來啟動 它這一支呢 它應該就不是光能面板 因為我也沒有看 不過呢 我剛剛有玩了一下 它這邊 光能面板的位置呢 它是一個按鈕 按下去 亮燈 你看到嗎 哇 喔 有感覺 很舒服 我覺得很多壓力的時候 你就可以來按一下這個 很舒服 然後有不同的素段 然後我現在把它關掉 它就可以把它關掉了 有沒有 它的速率是不一樣的 然後還有這一支 這一支就是 全身的一個美容儀器 這支全身的 它就是可以這樣子按 然後身體也都可以按 它是一個平面的 所以這就是REFA 那當然呢 這邊也有推出 今年的一些運動舒緩用的REFA 然後再過來看一下 喔 這邊有這個泡 這個泡就是咬住 然後針對你的兩頰的咬合筋 就要這樣子 然後這邊有砝碼一樣 然後REFA也有推出這個 洗臉的洗臉器 哇 真的是琳瑯滿目 然後非常非常多東西 那我自己再去逛一下囉 這次是 今天的營業 插筋 是 不營業 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